根据美国夏威夷州毛一县公布的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13号晚 毛一岛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到了96人 而根据美国全国消防协会的数据 这一死亡人数超过了2018年 加州坎普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 毛一岛大火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山火 目前当地仍然有大约1300人失踪 灭火工作和搜救行动也仍在持续进行 当地政府预计 目前救援人员的搜救范围 仅占受火灾影响地区的3% 搜救行动或将持续数周或一个月才能够完成 夏威夷州州长格林在14号表示 随着搜救人员每天发现更多的遗骸 他预计未来10天 死亡人数可能将大幅上升至300人左右 今日夏威夷一毛一岛大火的一名幸存者 阿卡奈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讲述了他们一家人从大火中逃生的经历 阿卡奈希一家在躲避大火的过程中 用手机录下了一些他们逃生的画面 作证解采访时 放萌火 好 中国人 阿卡奈西说 他们一家人坐在车里 都能感觉到被炙烤 最后只能汽车躲避大火 在逃生的过程中 他们还帮助了一名老人 和一名两岁多的孩子 阿卡奈西一家和其他躲在墙后的居民 最终获救并未转移到了安全地区 他对此感到庆幸 也期盼大火能早日熄灭 社区能尽快重建